好,我们现在转到这个向量场和保守向量场这个部分 原来我们目的是要引出这个Line Integral 就是这个对坐标的曲线积分或者是向量的曲线积分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什么是VectorField 所谓的VectorField就是我们在这个空间的任何一点 我们在空间中的任何一点我们都给它一个向量 或者说在每一个点我们都给它一个向量 那么这样的所有的这些向量的集合叫做向量场 我们那么这个是R2 那么三维的也是一样的 三维中间任何的一个点 那么这个是二维的向量场 那么对三维的是一样的 三维的我们也给车 三维空间中任何每个点都给定的一个向量场 给定一个向量那么所有的这些向量的集合叫做向量场 那每个点不是每个点有一个向量场 那么那么就是向量所有的这些向量场我们都可以用一个 用一个具体的表达式来写出来 那么因为在每个点上它都有不同的向量 所以我们把它写可以看成是一个向量函数 都可以看成是一个多变量的向量函数 VectorValue的Function 那么因为每个向量它有三个座标 所以我们可以写成F1XYI加上F2 这是平面的是FXY F2XY这是它们的座标 那么这些就是我们的VectorField 那么这些就是我们的VectorField 我们FXY和FXYZ我们叫做VectorField 那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 如果F它是等于-YI加上XG VectorField 我们看一下它到底长什么样 我们不是每个点都给出了一个向量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点 那么00它给出的是0 那么01这个点它的向量是什么样呢 01那么就是Y是 那么就是-YI加上XG 那么也就是X等于X等于1 Y等于0 那么给出的就是在这一点 它给出的是这样的一个向量 因为就是等于J嘛 J在这一点 那么我们把每个向量画在每个点上 那么我们看01这个点 01这个点 那么就变成-I 所以它的方向是朝向这边的 好 那么再看-1 0 这个点 X等于-1 所以-J 负的这也是朝下的 好 0-1 那么就是朝向这边的 0-1 X等于0 那么就是负的 啊 负1 那么负的-1 I就是I嘛 所以说它是长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再看其他的 例如说在2这一点 0-2 这个点 那么就是2J 所以它也长一点 好 0-2 这个点就是 这个样子 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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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这样 0-2 你根据它的定义 根据它这个函数的表达式 我们可以画出来它的每个点 每个点 每个点 每个点我们给定一个向量 那么我们还可以看11这个点 11这个点 好 11这个点就是 呃 负Y 加上 G 负I加上G 负I加上G 那么就是 就是这个样子的 在11这个点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F 0 0 等于0 它是个0下的 F F 1 0 是等于G F 0 1 等于负I 然后 F 负1 0 是等于负的G 而F 0 负1 是等于I 那么 F 1 1 1 等于负I 加上G 所以说 应该画出来 正好是等于这个 是这个样子 然后你看我们看负1负1 F F 负1 负1 那就是 负1 负1 负1就是 I I-G G 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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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义所以是I-J 所以在这个点呢 它有指向这里 这是我们VectorField 它实际上说在每一个点 我们给给了一个 每个点我们给它一个 一个像样 那么跟VectorField有关的 我们叫做 FlowCurve 或者说是Integr Curve 积分曲线或者是流线 通常不叫 那么叫FieldLength FieldLength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 如果每一个 有一条曲线 曲线在每 在每一个点上的切向量 就是这个VectorField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这个Curve RT我们是例如说是XTYT和ZT R关于T的导数 而关于T的导数它就是 它就是 就是这个 我们说是 应该说是这样子说 每一个点 曲线上的每一个点 都有VectorField 你跟它相切 啊 FOR FOR EVERY PONCH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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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点上都有VectorField的一个Vector Vector Tenget Tenget QRT 那么根据这个定义 我们就知道 DRDT 它一定有 F RT 因为因为 因为 因为这个F它整个是 是整个空间上的 是整个空间上的 而你这个Line 这个F它充满了整个空间 那么DRT它只是其中一条Line 所以它跟RT的位置有关 但是因为我们FRT它可能并只是跟它平行而已 所以所以它可能只是跟它中间有个 有个伸缩而已 那么这是 这个就是我们的Field Length 或者是Integral Curl 那么我们什么 我们有时候需要找出这个积分曲线 那么这个积分曲线 我们怎么找呢 DRDT不是X关于T的导数吗 Y关于T的导数和Z关于T的导数 那么F F就是我们可以写成是F那么的T 乘上F1 这是RT F2RT 也就是说F1XYZ F2RT和F3 这不是下面 RT 也就会变成什么呢 DXDT是等于Lambda T乘上F1 DYDT是等于Lambda T乘上F2 和DZDT等于Lambda T乘上F3 所以我们如果把Lambda T消掉 我们把Lambda T都消掉 Lambda T就会变成什么呢 DX over F1 这我们可以写成XYZ 因为F2RT就是FXYZ 等于DY over F2XYZ 等于DZ over X3XYZ 因为我们把DT乘过来 就变成右边就变成Lambda T Lambda T DT 就是我们SYP-SERVAL 就是那种分离变量法的那种方式 好 那我们要求Lambda T 这个Integral curve 我们就用这个为分方式来求 那我们来看一个例题 我们 我们 Find Integral Integral curve 或者是Field Lens Field Lens 就等于-Yi 我们刚才讲过的 再加上XJ 我们看二维的 二维的情形 可能比较相对来说 比较简单一点 那么我们只需要管前面 刚才这里面的前面两个就可以了 所以可以看成是 DX over 负Y 等于 DY over X 所以是 XDX 等于负Y DY 好 那 我们看一看 两边积分 然后两边积分 XDX等于 负YDY积分 那么 就是 1212 X平方 加上 C等于负的 1212 Y平方 移到1边 实际上是X平方 加上Y平方 等于C 所以它是一个 圆 那么不同的C 给出不同的圆 不同的C 给出不同的圆 我们可以看着 这个 Vector 它的Line 它的Field Lens 就是这个样子 好 Field Lens 就是这个样子 看这里是不是有问题 F-1-1 F-G 好 这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 在 那这个 第一个是X平方 加Y平方 等于1 那么 这个是X平方 加Y平方 等于2 那么不同的C 给出的 不同的 这个 给出不同的 这个 它的 怎么说来 给每 不同的C 给出的 不同的 这个Field Lens 好 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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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这个的话 错了 这个是 这个是F 这个点是 负1 这是X I-J Y-J Y-J 我说这 错 负I-J 负I-J 那么 在这个点 是这个位置 嗯 好 不同的 不同的C 给出 不同的 这个 Field Lens 这是我们integral curl 它给出的这个 给出的微分方程 我们解这个微分方程 我们就得到了它的积分曲线 那我们第三个问题叫做conservative conservative fields field conservative field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它的定义是如果一个vector field 它是一个函数的gradient 是一个函数的gradient 那我们就说f是conservative conservative vector field 而这个小f叫做potential 是这个大f的potential 那我们怎么样确定 它是conservative的 它有一个必要的条件 如果f是conservative 它有个必要条件 也就是说 partial f1 partial y 等于partial f2 partial x 这是在二位的 在3D的话 就是partial f1 partial y等于partial f2 partial x 然后partial f1 partial z等于partial f3 partial x 然后partial f2 partial z等于partial f3 partial y 这是3D的 这是必要条件 那么我们要确定它是不是conservative 我们要确定它有没有这个potential 能不能找出这个potential 当然这个定理的证明不难 那么是2D的话 那我们f它就可以写成f1 xyi加上f2 xyj 如果它是conservative的话 它就应该是 它要等于gradient f 那gradient f是partial f partial xi 加上partial f partial y 那么得到的结果就是 f1是等于partial f partial x f2是等于partial f partial y 那么根据我们 混合偏导数 它要相等的话 我们知道 partial平方 f partial x partial y 等于partial平方 f partial y partial x 那就是我们 这是partial partial x partial f partial y 要等于partial y 就是partial f partial x 那我们 这个是f1 所以是partial x 这是f2 要等于partial y 这是f1 所以是partial f2 partial x 等于partial f1 partial y 那么3D是同样的证明 3D是我们是只是多一些 怎么说多了几步而已 也就混合偏导数应该是都是要相等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去确定它是不是conservative 那我们要求出来 求conservative 要求出这个potential 我们又怎么求 那我们求potential 那我们知道f1是等于partial f partial x 所以这个f 所以f是等于我们积分f1 dx 积分出来 积分出来可能有一个 可能有一个fxyz 再加上一个gyz 然后 然后我们partial f partial y 就等于fy 再加上gy 是等于f2 而partial f partial z 是等于fz 加上gz 等于f3 这样的话我们找到gyz 通过这种方式来求 那我们先来看立体 我们先来看立体 我们看一下怎么样去确定它是不是conservative 然后再来看一下 求它的potential f等于xy-3z i i 加上1x平方 减上1z 分之1y 这是z 再加上 z的平方分之1y 减去xcos zk 我们问 是conservative的吗 如果是的话 就找出 它的potential 那么我们当时说这个我们要求是z不等于0 z等于0就没意义了 因为这有z的平方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刚才的这些 刚才这个条件 我们这是三维的 所以我们要看一看 这几个条件 看是不是满足 我们先来看它是不是满足 那么满足的不一定也是 也一定是 因为这只是necessary condition 那我们看partial f1 partial z 要等于partial f3 我们先看partial y 那么就是f1 我们是xy-3z 它关于y求导是等于x 而partial f2 partial x 那么就是也是等于x 而partial f1 partial z 是等于cos z 负的cos z 而partial f3 partial x ax3 那么这是也是等于负的cos z 好 partial f2 partial z 是等于z的平方分之1y 而partial f3 partial y 是等于也是z的平方分之1y 所以它的必要条件都是满足的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partial f1 partial f2 partial f2 partial f1 partial z 等于partial f3 partial x partial f2 partial z 等于partial f3 partial y 所以Necessary Condition是满足的 那我们来找它是不是Conservative 那我们要去找 看它有没有这个F 有没有小F满足 那我们 F 那我们 我们假如说 F 大的F是等于这个小F的Gradient 那么我们pnF pnX就是等于我们的F1 F1就是 xy-3z 所以我们积分 F就等于积分xy-3z 然后是dx 实际上是等于F1dx 因为F1是偏f偏x 那么这个积分出来就是2分之1x平方y-x3z 再加上一个gxy y 因为这个相当于是我们以前的常数 加C的这种 因为这是三元的函数 所以积分出来 y和z的函数都可以看成常数 因为关于x积分 它就会有一个y和z的函数出来 那么F2是等于偏f偏y 那么F2本身是什么呢?F2本身是2分之1x平方 再减去 z分之1y z分之1y 这是F2 偏f偏y 那我们把这个f带进去 带到这里面去 带到偏f偏y去 所以是2分之1x平方 再加上g 关于y的导数 那么两边2分之1x平方对得起了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 gy是等于负的z分之1y 那么我们再积分 所以gxy是等于 我们是两边积分嘛 所以负的z分之1y 关于y积分 关于y积分是等于负的z分之1y 我们再加上一个hz 因为积分y是关于z有 关于还有一个常数 就是z的常数 它不会再有x了 因为x都应该是在上面这里已经出现了 所以它不会有x的 因为z gxy它本身只跟z yz gyz gyz 那么g本身只跟yz有关 它不会有x出现 好 所以我们把gyz 这就是gyz 我们把gyz 带进去 也就是说 f xyz 它本身应该是2分之1x平方y y 再减x sin z 再减z分之1y 再加上hz 那么hz是我们现在所需要找到的 那么我们知道f3是等于偏f偏z z f3本身是z平方分之1y-xcos z z平方分之1y-xcos z 这是f3 那么偏f偏z 我们把这个带到偏f偏z里面来 偏f偏z 那么前面这项没有了 有 有这一项就是xcos z 再加上 z关于z的 求导数z的平方分之1y 再加上h关于z的导数 那么 这两项 这样 x 这是-xcos z 这是-xcos z 好 这里 这一项和这一项都对上了 所以我们得到的结果是 h关于z的导数是等于0 所以hz 是等于constant 所以我们结果 所以我们fxyz 它就等于2分之1x平方y-xsin z 再减去z分之1y再加上一个constant 所以这样就是我们求potential的方法 如果它是conservative的话 我们是求potential 我们先求一个积分 然后我们带到这个conservative的这个向量场里面去 然后再求积分 我们一次一次的把这个未定的这个场数 未定的这个函数招出来 好 我们再看一个有稍微简单一点的二维的情况 我们 这是第三题 那当然三维的 情况 会了二维的情况 我们应该更容易一点 f是等于 x i-y g win 这是不是conservative 啊 如果是的话 找出它的potential 因为是不是我们也都需要找出它的potential 那我们 那我们给 来算一算了 偏f1 偏y 等于0 偏f2 偏x也是等于0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必要条件是满足的 那我们 我们假设 f 假设这个 等于gradient f 那我们知道 偏f 偏x 是等于x 和偏f 偏y 是等于 负y 那我们积分 也就是说 f 等于 偏f 偏x dx 积分 是等于x dx 是等于二分之一 x平方 加上 关于y的一个 任意常数 那我们偏f 偏f 偏y 是等于 f2 f2 本身是y 那么偏f 偏y是g 关于y的导数 所以我们 g 就等于 负y 是等于 负1 2 y 平方 再加上 一个c 所以我们 可以看出 小f 是等于 1 2 x 平方 减去 1 2 y 平方 再加上 c 1 2 好 这是我们的 potential function 这是我们求 conservative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 是f conservative 因为我找出它的potential了 这里也是一样 f 是conservative 这是我们的保守向量场 就是conservative vector field 那些 是 就是 那些 有点 是 好 好 有点 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